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範例 假設我今天要在這個3D實體的兩邊 要各做一個圓角 就是半圓 這邊要做半圓,這邊要做半圓的一個圓角 那要怎麼做比較快 因為假設我不知道這個寬度是多少 要怎麼做 這邊你可以利用導圓角 先點選這個面 然後呢Ctrl鍵按住 再點這個面 然後呢Ctrl鍵放掉 再點選這個面 那這樣子這個圓圓角就完成 我再做一次 導圓角先點它 Ctrl鍵壓住再點這個面 然後放掉Ctrl鍵再點這個面 這樣就完成 那這個是一個 全圓角的一個做法 我們來看一下一個範例 我們打開 導圓角3 那這個範例呢 如果說我今天每一個邊 都要做導圓角 那這邊選擇自動導圓角 然後 圓角半徑給它 不用選任何一個邊 直接打勾 那每一個邊都會自動幫我們做導圓角 好 那我們把他歡迎回來 那假設我今天 某幾個邊 要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 自動導圓角 來 然後這邊 我們剛才是用的幾何實體 好 那如果是你要選某幾個邊的話 就選擇 所選邊 好 選他 好 你Ctrl鍵按住 好 好 確定 好 那這邊呢 剛所選的邊 都會幫你做 導圓角 好 那如果說 我今天反過來 有幾個邊 我不要做導圓角呢 好 一樣喔 這邊選擇做自動導圓角 好 這邊有一個排除 排除呢 哪幾個邊不要 好 一樣選了第一個之後 其餘的用Ctrl鍵按住 再去點選 好 來 確定 好 這時候 剛所選的邊 就不會做導圓角 其餘的都會幫你做導圓角 所以這邊就是自動導圓角的一個用法